一顿操作某肉果吃鸡资讯看导主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导 相信每位小伙伴都有一颗想吃鸡的心吧 都玩了这么久了 想必都有自己最喜欢的武器 或者是本命武器了吧 不过作为最后决赛圈的吃鸡武器 或许下面这四把才是最好的选择 第四名VSS VSS自身条件很好 富二代嘛 四代四倍 四代消音 射速还快 就是威力小的点 不过好在这把连枝非常稳定 只是子弹下去的厉害 射程不是太远 远距离打人就有点打不中了 所以只适合中近距离战斗 一般进了决赛圈后 大部分都是看不到谁 全都是标准的伏地膜 有时候距离的太近 直接就可以通过换弹的声音 听出对方的位置 而这把枪换弹是无声的 如果用的话 射击率会大大增强 第三名M416 这把枪在这个游戏刚刚上线的时候还行 但是现在被削弱了 威力被降低了 对于吃鸡这个游戏 战斗往往都是在几秒钟的时间里 而威力降低后 原本三枪可以解决掉的 硬生生变成了四枪五枪 这样以来差距就非常大了 不过满配的M416依然挺不错的 毕竟在步枪中算是非常稳定 非常好压枪的了 第二名狗杂 狗杂是空头枪非常的好用 有AK一样的威力 却比AK要稳定得多 虽然需要冒风险去抢空头 但这个险还是非常值得 最主要的是 狗杂不依赖配件 一个快速扩充弹夹加枪口就满配了 在决赛圈中 大家拼的是眼力 手速和隐藏 所以狗杂最重要的还是消音器 这个得提前准备好才行啊 第一名UMP9 这把枪在决赛圈才是最好用的枪 射速快后座力小 先不说 而且根本不用担心子弹不够用 其次 这把枪非常容易遇到 从前期到后期一路减配件 基本上都能做到满配 为什么说吃几率大呢 因为在决赛圈的范围比较小 基本上都是中近距离作战 而UMP9射速快 稳定性高 注定了近距离的爆发力很强 而且基本不用考虑压枪 不用担心手抖啊 失误 极其容易驾驭 所以UMP9绝对是决赛圈的佼佼者 那么 抛去小岛上面说的四把跌出枪 空洞下你认为哪一把最适合决赛圈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哦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告辞